故事发生在知名的麻省理工 注意看画面中这个男人叫小帅 小帅其实是麻省理工的一名普通的清洁工 但其实小帅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 那就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家 小帅经常潜入空无一人的教室 在黑板上奋笔记书写他的数学公式 这一天一个教授正走在路上跟学生们讲解他高深的数学题 这时候他看到了小帅在黑板上写着什么 小帅也看到了教授 这一看这是历史性的回眸 Oh my god 这真是太厉害了 这可是教授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来的数学问题呢 啊 这年头比XGPT数学能力还要好的学生真的是不多了呢 故事到那里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没有前拍了 我们还是欣赏一下我们猫地的盛世美田吧 我们还是欣赏一下我们的朋友们 做这些年头不开心 我们还是欣赏一下我们想要好的男人